一场扣费被整改后 默默再报退费难 苹果基础还扣30%手续费 12月16日 针对此前默默IP一场扣费现象 默默曾对媒体回应 将立即对相关产品进行整改 但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 消费者却在此后申请退款时 仍遇到种种阻碍 短律师对自己苹果手机App Store连续扣费8个月 每月198元 共计1782元的默默订单申请退款时 却遭到苹果官方客服拒绝 理由是能申请60日之内的扣款 且退款申请被苹果内部系统拒绝 60日之外的扣款无法申请退款 需要消费者去联系默默 默默客服人员对此表示 其订单已经超过了60天 因此无法提交退费申请 消费者通过Export购买会员 苹果会收取30%的手续费 因此只能将款项的70%退款到消费者账户 一位广东省中山市消费者表示 在社交平台发起关于默默自动扣费投诉后 默默工作人员联系其称 三个月以上退款因渠道不支持 只能退回到默默个人账户中 其限时除要收两元手续费外 还以为实名认证或实名认证材料不匹配为由 显示转出失败 对于自动续费的问题 默默客服人员表示 自动续费是由于消费者购买的是一款 自动续费会员的服务 签订了自动续费协议 或者是通过苹果ID购买会员 如果没有关闭或取消苹果ID的订阅服务 就会自动续费 默默在每次扣款前 都会给消费者发出提示 第一次是发短信提示 如果手机接到短信后 没有取消付费 就会默认其有开通会员的需求 自动扣款 以后就不发送短信了 而是每个月在扣款前5至7天 通过默默iplay发送站内消息进行提示 这次是发短信提示